一開始帶給您最新的疫情消息 昨天我們再再講 數已經一連好幾天 都是6萬多確診 會不會已經達到高峰 結果昨天下午2點一開盤才知道 沒有 因為昨天的 新增確診數 是突破了8萬 5000例 一天裡頭成長了有 三成之多 再次的創下新高 死亡人數呢 則是來到了 41人 現在 防疫指揮官陳時中告訴我們 這8萬5000例 還不是所謂的 疫情頂點 甚至呢現在為了防止這染疫人數擴大 大家都開始有動作了 台北市的部分台北市長柯文哲昨天已經 拍板定案 在高中以下的國中 高中還有國小 從下個星期開始實施遠距教學一個星期 高雄同樣的 高中值以下 則是 線上教學 三天 下個星期大家紛紛的 都先改成線上教學 然後開放 給各個 學校他們有自主來決定 另一個部分呢 則是包括了新北 台中 台南 桃園 他們說會是 疫情的滾動 持續修正 全台超過9.8萬名學生確診 尤其手無寸鐵的國小生最慘烈 各縣市掀起停課大戰 北市率先拍板定案 國小國高中5月23號到27號遠距一周 國三以及高三生 從5月23號一路到B點前一天都踩遠距教學 請防疫假大概就2萬人 每個學校自己決定 你需要回到學校就回到學校 5月27號以後 到時候再跟你們講 反正這個都動態的 為了顧及雙新家長可能無法請防疫照顧假 北市要求學校開設照顧班 無法在家線上學習的可以送到學校 北一女漢成功高中更直接宣布 下周全面遠距教學 不過新北站不跟進 我們新北市仍然採起韓信授權 線上實體分流 但零家期免居隔上路 不少家長活搭炮轟 若有老師以篩代隔到校上課 學生將線染疫危機 這簡直是意圖使人提早染疫 只要打了3D秒不代表他不會確診 也還是會感染給別人 也許他得到之後 他不會有重症的危機 但是對於這樣子的孩子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堪力 零家期的這個部分 這對一般的民眾 但是對於我們的教職員的部分的話 他也必七天的部分 都還是必須在家自主的一個防疫 專家提醒學童最好盡早打疫苗 減少重症危機 兩針間隔三個禮巴 保護效果是90% 學生當中國小幼兒園染疫佔比最高 如何讓孩子躲過歐魔 家長膽戰心驚 這張慈琳佩傑台北採訪報導 好現在呢 確診數是持續的在飆高當中 那也有越來越多快篩陽性的朋友呢 是到了醫院來做PCR的採檢 還有看診 讓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行政人員工作量都是大增的 那在昨天呢 這台北新北市的市長侯友宜 他就講 早在5月1號 他就已經提出了快篩陽 就是等同於PCR確診這樣的建議 希望透過這個建議來保衛我們的公衛量能 但中央不認同 前機管局的局長張宏仁說 新北市的政策方向其實應該是正確的 反而是中央太慢了 國內疫情嚴峻 醫院外經常有大批民眾排隊 苦苦等候做PCR採檢或是急診就醫 醫療量能相當吃緊 新北市長侯友宜曾多次提出快篩陽性 及視為PCR確診 他認為這樣才能快速診斷及時治療 我要在這裡特別再度的呼籲中央 快篩陽視童確診 不要現對象 就視童已經做過PCR 一次到位 放寬認定 化環為檢 因為你再拖下去 我們的醫療量能 所有醫視同仁都會受到排擠 可是中央卻不贊同 指揮官陳時中說會有胃陽性的問題 除了限制人身自由外 還可能有藥物副作用的情況發生 不過前疾管局長張宏仁認為 新北拋出快篩陽及確診的政策相當正確 第一線的這個工作同仁 才不會綁在一些文書作業 電腦作業 那造成第一線人養麻煩 政策完全正確 那這一次其實是指揮中心動作比較慢 指揮中心表示口服抗病毒藥的黃金給藥歧視5天以內 只是PCR採檢量暴增 很多民眾從採檢到報告出爐 都得等上好幾天 就怕錯過黃金給藥期 抗病毒的藥是感染越早吃越有效 快篩陽你又去排隊確診 你又等報告然後再上傳 有些時候黃金的時間就過去了 另外張宏仁指出要儘快把新冠肺炎 從法定傳染病第5類降為第4類 不需要在24小時內即時通報 能降低基層醫護和行政人員的負擔 第5類它的規定是非常嚴格的 匡列去管制這些輕症甚至是無症狀的感染者 這樣子的支援的配置是不當的 為確保台灣公衛體系 張宏仁說快篩陽及PCR確診制度勢在必行 呼籲中央盡早接受新北意見 才能在第一時間投藥讓確診者接受治療 共同度過這一波的疫情挑戰 記者陳子芬流之語台北報導 好 其實現在疫情持續在升溫當中 那麼立法院也該做點事情了 立法院的衛福還有衛環委員會 昨天朝野協商達成了共識 同意要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還有紓困條例這實施期間 延到明年的6月30號 國民黨方面他們是呼籲 政府應該要免費發放 普篩 普發快篩試劑一個人5劑 另外針對0加7的防疫政策上路 國民黨方面他們認為 政府推行以篩代格 但是沒有給大家免費的快篩 等於是把防疫責任都推給全民來做負擔 而另一個部分呢 則是現在這個疫情看起來 8萬5千多例 連日確診數都是讓大家看了 覺得吃不消 服務業呢更是了 現在商總的理事長許書國就講 疫情嚴重通膨也很嚴重 所以有很多業者都反映了 這一波的傷害是比去年 三級警戒的時候還要來的慘 甚至還有人直言 如果這是黎明前的黑暗期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見到光 所以他們呼籲政府應該要開始紓困了 希望能夠即時到位 好台灣的部分疫情也升溫了 在昨天呢新增的確診數是 8萬5千3百1十例 再一次的創下新高已經破8萬5了 醫師就發現了會有這樣子往上走的趨勢 很有可能是因為南部的確診數也跟著暴增了 現在上陣呢跟北部出現了黃金交叉 也有人認為實際的染疫數字 一定不止這個字 而現在呢也有很多人擔心了 在國內確診者會不會交叉感染 對此呢指揮中心的羅一鈞表示 現在大多是Omcron BA2的病毒株 不用擔心 本土疫情在場新高 18日增加8萬5千3百1十例 與前一天比暴增近2萬例 另外還新增中症153人 重症30人 這8萬5還是沒有到達 我們的最後的頂端 然後它持續在發展一陣子 指揮中心統計 16日採檢數創新高超過11萬件 陽性率66.7% 並沒有攀升 不過醫師省症難認為 確診數即將黃金交叉 中南部很快超過北北基桃 11天後全臺會超過10萬例 看起來的話 慢慢的可能中南部的新增案例 就會超過北部 就是超過5成以上 疫情來講 目前還是在上升的階段 可能未來一週會達到高峰 醫師將冠雨更點出 黑數本來就很多 每天實際加2萬3萬都不過分 其他專家也有類似看法 有一些新症或無症狀 卻散在外面 衝到10萬12萬都有可能 死亡在標41例 其中40人有慢性病 60%沒打滿3劑 20人超過80歲 一名兩歲男同事先前已被爆出的 基隆個案 統計下來今年累計323人死於新冠肺炎 但死亡個案都是感染哪類病毒株 羅伊軍回應屬於Omicron 幾乎都是BA.2 只有在4月初發生在新北的 集企群聚發現BA.1 信任說真的我們現在有不同的病毒株 當然是有可能會交叉感染 不過因為我們目前來講國內的這個病毒株 都還是Omicron BA.2 新冠醫院副院長洪子仁認為 如果這中能控制在7到10萬之間 流行曲線會在高峰停留一段時間 疫情高峰即將來臨 接下來民眾必須加強防疫大意不得 藉承選白楊宗彥台北報導 好 校園的本土疫情呢 現在也是持續的在延燒當中 因為每一天確診的學生基本上都是破千例的 那有很多包括了家長團體 包括了教師團體他們都在講 是不是我們乾脆請教育部公開 就暫停未來兩個星期的實體課程 教育部多次強調沒有這個規劃 結果昨天大家就看到了這麼樣一張照片 說教育部公布5月19到5月28全台停課 好 大家看到說真的嗎 教育部公布了 後來才知道這個其實是去年的新聞照 這麼剛剛好 去年停課時間是5月19號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生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 幫你把好康帶回家